你好 安妞韩国通的这个 辛苦朋友们 大家现在在做什么呢 现在是礼拜六的这个五点钟 大家应该肚子咕噜咕噜叫了 对不对 今天的全程呢 收看呢 还是会有抽这个韩食的料理 所以呢 一定要全程收看 因为全程收看呢 水晶主播就会问你 我们整则这个 安妞韩国通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趴数啊 有什么这个很难的问题 你如果答对的话呢 就有韩国的美食可以抽奖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来讲的就是 其实我们连续讲了 鱿鱼游戏已经讲了 大概快两集的这个 这个趴数了对不对 不过相信很多人 现在才开始追剧 那现在呢 你知道 你好是你好吗 这个是大家最会讲的 是谢谢吗 韩国叫做姐姐 也就是啊啊 如果你要我叫这个水晶 逸腻的话 就是水晶姐姐的意思 好 现在最红的一句韩语叫什么呢 好 我就告诉你叫做 有没有觉得 有没有觉得 是什么呢 再念一次 123木头人啊 就是这个鱿鱼游戏里面的这个 木槿花开乐 他们翻成木槿花开乐 因为他们韩文的翻译 这个游戏就是木槿花开乐的意思 就是我的念一次 木槿花开乐 配合那个游戏里面的音乐 是不是有正确呢 好 我们就来看哦 这句韩文哦 变得非常非常红 这两集我们探讨了 游戏非常多的现象 对不对啊 这周啊 听说啊 这个台词红爆了 所以啊 很多全世界的这个民众啊 哎 掀起了学韩文的热潮哦 其中这个 我刚刚这个 这个就是123木头人 最多人想要学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新闻 好 礼物准备 耶 小朋友在游乐场大喊着韩文 123木头人玩得不亦乐乎 但这里可不是南韩 而是新加坡 人气韩剧 游游戏 在全球掀起热潮 剧中主角所玩的各种童年游戏 让粉丝争相模仿 就连主角身上的服装 也造成抢购潮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参赛者穿着白色布鞋销量 飙升了百分之七千八百 吸睛效果十分惊人 而除了剧中游戏服装之外 学习韩文也成为全球的新趋势 K-POP曾经带动过学习韩文风潮 而2021年下半年游游戏这出夯剧 再次刮起韩流风 韩文教学网站创办人表示 最近他的YouTube频道 每天都会新增一千名的订阅者 而至今累计超过一百九十个国家 并超过一百二十万人 订阅他们的频道来学习韩文 而另一份报告指出 在游游戏上线后的两周之内 在英国注册学习韩语的新用户 就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 在美国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影音串流平台也看准了 韩国现在的全球影响力 2021年已经投资韩国五千五百亿韩元 之后也将持续推出许多原创作品 也会邀请知名实力派演员来加盟 让这股寒流热潮持续燃烧 记者亮丸宇综合报道 好的 我们看到其实学韩文的人 真的变多了 而且一二三木头人 大家会念了吗 不过花 苦极 久不见了 OK 就是大家就是 可以学起来 就是谢谢大家这样子 看会不会就是 这句韩文现在真的变得蛮流行的 就是而且还有就是有 用那个什么罗马拼音的 注音拼音的 好 其实今天我们要讲一个 比较就是由于游戏背后的 背后的一些韩国社会的一些 反而是反应韩国社会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像这一次呢 其实为什么会这部片 这么红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其实这部片呢 就是除了死亡游戏之外 宣起全国全球的热潮之外呢 他的作品跟人性 还有感官冲击 都把这个所谓的 韩国社会低阶层的这个苦 非常苦的这个情况呢 跟Oscar最佳影电影 寄生上流描述的这个场景 其实是似曾相似的 这一集我们就会讲到 就是也跟寄生上流 有关系的这个内容 其实呢应该这样讲啦 反映了韩国最真实 最真实的两面 因为韩国的生活呢 其实应该这样讲 他们虽然在K-pop 或者是K-pop K-pop或者是流行产业 或者是美妆产业 甚至是时尚产业 其实是一直在走高峰 这十年来 不过他们的阶级文化 还是带给他们 就是贫富差距 尤其是财阀这个部分 就算文在寅总统上来以后 他其实有说要打击这个财阀 不过你可以看到 在之前我们第一集出来的时候 就有讲到李在龙出来 要救整个经济的这个部分 其实财阀的经济这个部分 还是没有办法在韩国完全的米平 另外一个就是说 同时间这个富有亚洲国家的家庭负债 其实在韩国 其实是刷新记录的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你想想象到在这个 游戏里面这个南俄 南俄这个首尔大学毕业的 这个南俄主角 他是首尔大学毕业 他不惜去付借债炒股 大家能不能记得他就是去融资 而且因债务走上绝路的 这个现实的人 并非少数 这也是为什么OECD 在上周的统计出来的 韩国的自杀的人数 又是全球第一名 今天帮我们上一下警语 真的自杀是不好的 请大家要珍惜生命 那由于游戏当然还是有好处的 就像我们上周讲的 他的这个游戏股是大涨的 另外呢其实 包括就是业界肯定这部片 就是反映着整个韩国 真实社会现象 有哪些现象呢 一个是高负债 另外一个是高房价 另外一个是自杂率 变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全世界的新高 其实从早 我们这次看到 就是包括这部片 到过去题材 就是有一些 就是寒流 最近有迎来了一些非常多的早生 包括寄生上流啊 还有逆拳啊 私宿列车 这些都是在讲 韩国的社会阶级不公的一些 这个骗子 甚至是无权士的 无权士者 或者是社会不公益之处的一些人 然后甚至就是啊 甚至我们这次看到 为了巨额财产 巨额的奖金 自愿去参加死亡游戏的参赛者 都是负债累累走投无路 而这类的负债问题呢 其实就反映了 现今韩国社会的现实 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嗨 那个红班长你好 海岸春啊 红班长你好 对 我们这今天的人数 好像有一点点少 帮我们分享出去好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议题 比较重一点点 好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2021年 第二季家庭负担的总负额 其实已经突破了1800万亿韩元 比前一季末增加了41.2万亿韩元 创下单季历史新高 你可以看到哦 增加了41.2万亿韩元 等于是创下单季历史新高 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呢 另外呢 韩国第一季的家庭债务 占GDP 韩国的GDP比例已经达到了105% 另外呢 我要跟大家讲 韩国的房价呢 其实涨幅是 怎么说呢 是 这是第一 全球第一名啊 年轻人都贷款来炒股 另外呢 890这个迁徙的 这个世代 都迷上了借债投资 所以应该这样讲 就怎么说 自新冠疫情以来呢 就经济活动就是受到阻碍 失业率就增加啦 韩国人就贷款 就不停的在贷款 低息甚至宽松贷款的环境 让家庭的负债真的是节节的上升 而且呢 其实韩国的央行 其实有定期的报告显示哦 第二季韩国的家庭债务 可支配的收入为172.4% 这个呢 央行的这个行长就预告 今年5月就警告说 家庭负债已经增加太多太多了 真的不能再有这个忧虑了 所以请大家要真的是要 尽早去干预这个 所谓的这个家庭负债的部分 一方面呢 文在寅总统从2017年上来以后呢 其实韩国的这个房价 它飙涨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个楼啊 一直一直翻 一直翻翻一倍 待会会告诉大家讲说 这个这到底翻了多少倍 它呢 这个已经变成升幅涨幅 已经是全球之罪哦 家庭负债恶化 房价又涨 另外一方面 疫情下的韩国股市 非常的炙热 结果呢 就变成说韩国家庭呢 他们就去借债 来带动这个借这个信贷 然后来贷款增加 很多80 90年后的 这个迁徙时代 都迷上了借贷投资 你就看到啊 像是这个 我们看到游鱼球戏 这个Q 里面这个男二的这个男主角 其实他已经很有钱了 但他还是去融资了 所以导致于他最后 不得不去参加 这个恐怖的鱿鱼游戏 而且呢 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 今天呢 这个男二选择赔上所有的家当 他去融资输了一屁股 连他妈妈家的这个店都已经输掉了 不得去参加这个鱿鱼游戏 与其他这个死亡游戏的主题 这个惊悚的电影不同 这也是鱿鱼游戏所描述负债问题 韩国广泛存在 我们这一集就是要来撕开社会 韩国社会赤裸裸的一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这些负债问题 这个自杀问题啊 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这两个礼拜的最新的调查 OECG全球之冠 在汉江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有去韩国玩的话 汉江就是江南跟江北 江南是有钱人 江北是 不能这样讲啦 江南就是有一些大富豪啊 有些大明星之外里面 江南汉江之南跟汉江之北 像明东就在汉江之北这样子 那其实包括就是 因为就是贫富差异非常的大 老人贫穷年轻人的失业率高 加上居高不下的房价问题 就是家庭的债务问题 有一方面还有中等收入的家庭 高房价真的是让很多的这个 自杀率真的是提高非常的多 就是全球之冠 而且是连续了很多很多的人 像是呢在汉江这边呢 就甚至就是有警告 请勿跳江 我认识了一个庆古朋友 水晶有逆 水晶主国跟大家分享一下 水晶主国在认识一个 韩国的就是 企业家 他是生技产业的企业家 在现在是应该是全球全韩国的 应该说一半以上的韩国的化妆品代工 都是他代工的 但是他在还没有成功之前 他都是负债累累 但他还是想要成功 而且是个博士哦 拿了大概一百一两百个专利的博士 但他没有成功 他创业没有成功 他不敢回家 他们的韩国人的这个面子主义非常大 所以他就就是住在汉珍墓里面 甚至他跟我讲过说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甚至跟我讲过说 他想要去跳汉江哎 我说有这么严重吗 创业失败就再来一次就好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66岁以下老年人口贫穷 OECD国家之中最高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有外劳 脱北者 老人跟女性 其实就是我们游戏里面的四个代表 一个是外劳 阿里 脱北者 大家看到姜嫂 还有老人 这个姜老 这个无一男老人家 对不对 他虽然最后我们知道 他是这个富有的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女性很弱势的部分 其实他们就是在这个贫穷率 是非常非常的高 这四大类的这个 四大类的这个外劳 脱北者 老人 女性 很多人说脱北者来到韩国 应该会更好啊 可是事实上不然 因为他们面临的是可能 包括就是歧视 或者甚至说可能他们的生活上面 都有很大很大的困难 好 谢谢EP5247对的破产率很高 韩剧比一句好看 谢谢是题材 脱北者是北韩的人民吗 是的 脱北者呢 是他们其实应该这样讲 他们有一点点像 他们脱北者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北韩跟中国大陆很接近 所以呢 脱北者他们有时候会 透过一些就是买卖贩卖人口的人 然后等于是就是坐船 坐船到等于是那个长白山 过了一个长白山 然后过了一个鸭绿江 到中国大陆 然后再到南韩去 等于是偷渡到南韩去的意思 那甚至呢 我们有看到就是一些 比较夸张的这个韩剧里面有说 哦 是游泳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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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鸭绿江啊 可是还是被抓回来了 鸭绿江 因为紧隔一个鸭绿江 就是就是中国大陆了 那中国大陆这边 呃 就等于过了中国大陆这边 再从中国大陆这边回南韩 因为他们是贴近的 从江源到 就是因为我对韩国还蛮熟的 所以等于是中国大陆 北韩这边是可以跟 这个中国大陆 呃 雅绿江就直接过一个河就到了嘛 然后很多人就是想办法 想尽办法到 呃 脱北者就想尽办法到 中国大陆想要到南韩去过生活 然后呢 他们可能在经过江源道这部分 就像就是我们看这个爱的迫降 他们经过因为江源道跟这个所谓的 就南韩的江源道跟呃这个中国大陆是很接近的 所以就是很多的脱北者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甚至有些脱北者是非常的辛苦 相信有一本书大家应该知道 呃脱北者他又经历了呃可能被强暴 或者是被呃中间的这个贩卖人口的这个贩子 呃被家家可能只有就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剧里面的江小 只有他来了就他他妈妈来不了 他爸爸死掉了 只剩下他跟他弟弟一起过来 所以这就是呃韩国现实社会上66岁以上老年能扣的贫贫率哦 就是呃经济合作技发展组织OECD国家之中哦 最高了达百分之43.4% 大家看到由于游戏的这四个代表 就是外劳脱北者老人女性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的 所以由于游戏在呃这个社会当中 其实反映了蛮多韩国真实当中的这个现实 另外呢其实我们要讲一下的就是说呃因为呃韩国的真实社会呢 其实很多人讲呃年轻人的韩国人啊 其实呃处境也不见得非常的理想 怎么说呢青少年的失业率徘徊在百分之十 呃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呃这个安妮汉国通的人 在前几集我有提到他们其实一直在考试 考试之后30岁之后就是失业的开始了 20到30岁的人哦 这年轻人信用卡的这个处境哦不见得理想哦 怎么说呢他们的这个信用卡债务 20到30岁是高达8万亿韩元 比2019年又增加了16.6% 呃现在变成是呃韩国的央行是有警示啊 希望年轻人不要再呃以债养债了 因为真的这样子的一直循循环下去 年轻人其实就会可能跟游戏 真的跟游戏游戏这个鱿鱼游戏里面一样 真的蛮辛苦的然后呢呃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韩国真实社会真的比游戏更加更加的地狱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个贫穷负债跟破产 韩国人全球自杀率最高大家可以看到 呃OECD的这个国的成员当中哦 韩国已经残联非常多年了 2020年总共有1300 呃等于有总共有13195人自杀身亡 在这边提醒哦2020年共有13195人自杀身亡 这边提醒要珍惜生命尊重生命 自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平均每天有36起 上次我们的韩国专家跟我们讲 我们的一个节目可能三四十分钟 在这三四十分钟之内就有一个人挂掉去 去自杀呃原因其实因为有非常多的原因 因为他们压力太大年龄成分布最多的是 十岁到三十九岁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我们其实呢自杀的这个头号手啊文艺说穿了 其实就是由于游戏中的有个故事的主调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社会当中 呃真实社会真的比游戏当中 真比游戏当中更可怕 三十三三六九十分钟 6看看